从古希腊到启蒙运动 西方思想一直在追寻某种终极目标 无论是上帝 理性还是人类的完美 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A技术分享频道 今天我们要为大家介绍分享的开源项目 其实就是一个文生视频的模型 而这一个模型就是刚刚发布的WAN 2.2 S2V的模型 使用这个模型 我们就可以将音频文件作为输入 帮助我们生成有声音的视频 我们刚才查看到的事例 其实就是由这个模型帮助我们生成的 效果也算非常不错 所以现在我们打开的页面 就是这个模型在Hugging Face网站当中的页面 所以在这里的话我们就能够查看到它的基本信息 另外的话我们也能够了解到 如果我们希望去完整这个模型体验的过程 下面的话呢 它也为我们提供了基本的部署的指南 在这里的话我们就可以选择打开另外的一个页面 那么这个页面就是WAN 2.2 S2V这个项目 在GizHub当中的主页 那么我们就能够查看到所有的这些不同原文件 那么对于它的原代码来说的话 它是能够支持WAN 2.2 S2V一系列这些不同模型的运行 所以在这里的话呢我们也能够查看到这些不同模型 所以我们能够了解到它就包括了四个不同的模型 而现在我们将使用的其实就是S2V的模型 所以我们能够查看到它的基本的部署的指南 部署完成之后的话 现在我们也能够了解到 针对于不同的模型来说的话 它也为我们提供了不同的视力代码 那么通过这个视力代码 我们就可以去完成视频生成的过程 那么对于S2V这个模型来说的话 它也为我们提供了相应的视力代码 其实它并没有为我们提供Web UI的程序 那么这一点呢其实不重要 因为对于这样的一个模型来说 其实我们又可以重新回到上面的页面 也能够了解到 它更倾向于使用Config UI这种方式 然后为用户提供图形化的界面 然后能帮助我们去完成视频生成的过程 所以在这里的话我们就能够了解到 之前发布的这些不同的模型 都已经提供了Config UI它的程序 而这个模型刚刚发布 现在的话呢 它仅仅只是为我们提供了推理的代码 那么Config UI现在呢是没有办法支持的 当然对于开源社区来说的话 其实呢也已经有一些开发者 为我们提供了Config UI的程序 这些程序不是官方的 但是呢也是可以使用的 而我们今天主要为大家介绍的方式 其实呢就是我自己编写好的一个Web UI程序 那么通过这个Web UI程序的话 我们也能够去完成它的部署和体验的过程 所以在我们当前的运行环境当中 我们就已经准备好了一台Ubuntu的计算机 在这一台计算机当中 那么首先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选择创建它的运行环境 所以呢我们就可以选择运行相应的命令 完成运行环境的创建以及激活的过程 然后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可以选择克隆所有的这些文件 到本地的计算机当中 所以的话呢我们就可以选择运行下面的这个命令 然后呢去完成文件克隆的过程 克隆完成之后的话 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选择安装它所依赖的 所有这些不同组件 在这里的话呢我们就能够查看到这些不同组件 其实呢我们又可以重新回到GitHub的页面当中 在这里的话我们也能够查看到 它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一个命令 而对于这个命令来说的话 它将使用组件清单文件当中 所有的这些不同组件 然后呢帮助我们就完成这些组件安装的过程 那么这个清单当中还包括了加速的组件 而对于这个加速组件来说的话 它也会特别说明一句 如果它的安装失败的话 我们可以把它稍后对它进行安装 所以在我们当前的运行环境当中 在这里的话呢我们就能够查看到这个文件 那么对于这个文件来说的话 我们也能够查看到这个组件 现在的话呢我们也需要选择移除这个组件 稍后的话对它进行一个安装 所以的话呢我们选择对它进行保存 接下来的话我们又可以重新回到Ubuntu的旗存机当中 首先依据这一个清单文件 帮助我们去完整它所依赖的所有这些不同组件安装的过程 完整了这些组件的安装之后 稍后我们再去安装加速组件 而除此之外的话 在我们当前的运行环境当中 我们刚才也为大家去说明过 我们提供了一个Web UI的程序 也就是现在我们查看到的这个程序 那么这个程序其实我们也可以在视频下方描述的区域当中 找到相应链接之后 我们也是可以下载这个程序 然后呢通过Web UI的方式去体验它的效果 那么对于这个程序来说的话 它也依赖于其他的这些不同组件 所以在这里的话我们就能够查看到所有的这些不同组件 然后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可以选择运行相应的命令 帮助我们去完成它所依赖的所有这些不同组件安装的过程 那么在它安装的过程当中 其实我们也能够了解到完成了程序的安装之后 然后呢我们就可以选择运行下面的这个命令 去完成模型文件下载的过程 其实呢它就是连击到Hugging Face的网站当中 帮助我们对于这个模型文件 它所有的这些不同文件完成它的下载过程 所以在这里的话呢 我们也可以选择运行这个命令 然后呢去完成模型文件下载的过程 并且把它下载到这个指定的目录当中 那么当我们的程序 以及模型文件准备完成之后 最后的话我们就可以选择运行这个命令 然后呢启动Web UI程序 现在我们就能够查看到 所有的程序安装的过程 其实就已经完成 同时的话呢 我们也已经完成了模型文件的下载 然后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选择启动这个程序 启动完成之后的话 然后我们在浏览器当中 就可以打开Web UI程序 在这里的话我们就能够查看到 我们可以输入文本 同时的话呢输入图片 另外的话呢我们也可以输入音频文件 接下来的话 它就可以帮助我们去完成视频生成的过程 所以在我们当前的运行环境当中 我们也能够查看到这两个不同的视频 我们选择这两个不同视频之后 也能够查看到基本的信息 下面的这个视频 其实呢它还包括了一个输入的视频 那么这个视频的话呢 就是它的动作 所以在这里的话 我们也可以通过动作的方式 去控制生成的视频当中 人物的动作 当然我们现在呢选择第一个选项 然后对于这个选项来说的话 我们也能够查看到这个音频 另外的话我们也能够了解到 这里的话呢 我们也可以去选择其他的一些普通参数 一般来说的话 我们选择生成的时候 可以选择小的分辨率 比如我们现在选择这个最小的分辨率 如果效果可以的话 那么我们就可以选择大的分辨率 让它帮助我们去完成最终视频生成的过程 而如果小的分辨率我们不满意的时候 然后呢我们可以调整相应的提示值 修正它的结果 除此之外的话 我们在这里呢也可以去选择不同的帧数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不同选项 在这里的话 这个选项我们现在需要对它进行勾选 要不然的话 最终生成的视频当中 那么它的画面以及声音 有可能不会同步 所以的话呢 我们可以选择这个选项 如果我们的显存资源不够多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勾选这个选项 当然在我们当前的运行环境当中 显存资源是足够的 所以对于这个选项 我们现在并不需要 接下来的话我们就可以选择开始生成 那么它就会帮助我们去完成 它的这个生成的过程 那么在生成的过程当中 我们也能够查看到显存资源加载的情况 在我实际测试的过程当中 对于我们当前选择的这个分辨率 其实它使用的显存资源 差不多会在55GB左右 如果我们选择更大的分辨率的时候 那么它的显存资源就会更多 另外的话对于这个推理的过程 差不多需要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才能够完成 所以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去等待所有生成的结果 现在我们就能够查看到 经过了42分钟左右的时间之后 视频生成的过程其实就已经完成 所以呢我们又可以重新回到 卧位UI程序当中 就能够查看到这个视频 所以在这里的话 我们就可以选择对待进行播放 那么我们就能够了解到 它的效果其实还是非常不错的 整个的画面当中 那么它的嘴形与声音 其实能够完美的进行一个匹配 尽管它的时间比较长 但是最终的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 那么除了声音之外 我们选择任外的一个视频 也就是任外的一个视力的时候 我们也能够了解到 对于这个模型来说的话 我们现在还可以通过动作 然后呢去控制生成的视频当中 人物的动作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 也可以对它进行相应的尝试 那么现在呢 我们就能够了解到 对于这样的一个项目来说 这样的一个模型来说的话 它的效果其实非常不错 但是它的时间会比较长 占用的资源 相对来说也会比较多 但是没有关系 对于这样的一个模型来说的话 当前它开源的时间 仅仅只有一天 随着更多的爱好者和开发者的加入 那么它的应用性 以及效率来说的话 都会逐渐的进行改善 其实我们又可以重新回到 GizHub的页面当中 那么我们就能够了解到 对于One 2.2来说的话 它包括了一系列不同的模型 而其他的模型发布的时间 相对来说会早一点 其实也没有早多久 那么对于这些不同模型来说的话 其实它为我们提供了Coffee UI 这种非常友好的使用方式 同时的话 也会有其他的一些相应的组件 让我们通过四步的操作 也就是四步的推理 其实就可以快速的去完成 视频生成的过程 效果的话也是非常不错的 相信这样的一个模型 也就是S2V这个模型 也会经历这样的一个发展的阶段 最终的话 我们也能够方便 快速的去使用这个模型 进行相应的创作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也可以通过我们刚才 为大家介绍的基本方式 然后去完成它的部署和体验的过程 那么好 今天我们的这个分享 到这里就已经结束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也希望大家能够点赞 并且分享我们的节目 然后关注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